歡迎收看東京走著橋,我是維恩 本系列的影片要來簡介東京的各個區域 介紹他們的位置、特色以及推薦的美食等等 本集要介紹的區域是元素以及錶餐道 這次將兩個地區合在一起介紹 但其實說起來,錶餐道算是元素的一部分 但因為太有名了,所以單獨分出來介紹 有趣的是,這兩個地方有著截然不同的特色 元素有整名制神宮、黛黛木公園、竹下通以及貓街等 歷史建築以及代表年輕人文化的景點 錶餐道則是一條筆直的道路 兩旁都是高級的時尚精品以及品牌旗艦點 元素位在東京的澀谷區,是東京最熱鬧的地方之一 行津的交通路線有JR山手縣的元素站 以及東京地下鐵千代田縣和負都新縣的明治神宮前站 大致上是明治神宮前往表參道方向覆蓋的區域 加入的方式很簡單,只要到我們的頻道首頁 在訂閱的左邊有一個加入的按鈕 在加入之後就會跳出訂閱的方案及說明 依照程序填入資料就可以加入負原啦 說到元素一定就會想到明治神宮 以及曾經最具標誌性的古老木造車站 元素站 我們有推出過再見了元素車站的影片來懷念它 沒看過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從元素車站一出來就是明治神宮了 明治神宮建於1920年 是祭祀明治天皇以及昭縣皇太后的神社 也是日本新年參拜人數最多的神社 大約有320萬人次 東橋也曾經想過跨年的時候來新年參拜 但因人數太多而放棄 可以看到後面的人要排隊參拜 已經排到外面來了 那我們今年就不會做參拜了 我們會留到明天去 那我們接下來就去下一個地方吧 這裡占地70公頃 大部分都是綠地 除了參拜以及觀賞傳統建築之外 也很推薦在這裡散散步 或者在門口的咖啡廳喝杯咖啡 看看來往的人潮 鞋翼上的參道指的是從鳥居入口到神社的道路 廣翼上的則可以指通往神社前的道路 而表參道就是位於明治神宮前 為了明治神宮而修建的道路 泛指從元素站到表參道站中間長約1.1公里的道路 是很適合散步的距離 而且兩旁種滿了行道樹 很推薦坐到元素或表參道其中一站 並且散步到另一站 在這條道路上的兩側 聚集了各種精品以及品牌的旗艦店 並以此而聞名 除此之外也有一間表參道之丘的商場 可以在這裡逛逛服飾、化妝品 也有餐廳可以吃飯 冬天的時候來到表參道 還可以觀賞兩旁行道樹的燈飾 Illumination喔 會在元素站的正對面 有一條叫做竹夏通的商店街 早上11點到晚上6點 是行人專用的通道 這條小小的商店街非常熱鬧 每到假日總是擠滿人 這邊主要賣的是學生族群的服裝、飾品、配件等等 另外也以可麗餅還有各種風格可愛的小吃聞名 符合這裡的主要年齡層的喜好 曾經在90年代末期帶領日本潮流文化的區域就是里元素 在我大學年代很多人搶著買的潮牌都是起源在這個地區 位置就如地圖上所示 主要沿著貓街 就有澀谷川遊步道 以及兩旁的區域分布 由於位在竹夏通、表參道等熱鬧的區域之外 藏身在民宅之間 所以被稱為里元素 而貓街的另一個方向前往澀谷的那一頭 一樣有著不少的街頭潮流服飾以及運動品牌 走到底就會到澀谷站了 雖然這個區域的最大魅力是逛街 但除了明治神功之外 這裡還有兩個購物之外的選擇 一個是隱身在鬧區中的東鄉神社 小小的區域還有庭園造景 有種城市中的小寧靜感 而黛黛木公園也是東京代表性的公園之一 就會在明治神功旁 是住在東京的外國人很愛去的地方 同時也是東京賞櫻花的有名景點 最後來推薦幾家東橋在元素與表參道吃過的餐廳 那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 我們下集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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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見囉